一到了浙江人的过年点心 红豆松糕就会想到蒋宋美龄 因为一直到他过世前 冰箱总有从台湾寄过去的红豆松糕 现在有外省第二代传承了旧口味 还进行改良 做成了咸的松糕 过年旺季可以卖出9000条 扑萨这层层白雪的红豆松糕 就是先总统夫人蒋宋美龄 直到百岁高龄依然面念不忘的一位 糯米再来米加上口感Q弹的蓬莱米 用手铺瓶抹粉 每一下的力度都要拿捏 不能用太大的力道 太大的力道的话 整个网目会破掉 完全纯手工就连筛网的孔大小都有学问 一般市场上卖的红豆松糕 你看它表面都是粗的颗粒 那个都是实木网目来做的 那我们是用20木 你做出来的红豆松糕表面非常细致 接下来把红豆放入模型里 松糕吃起来松软的关键就在这铺粉 讲松糕松糕就是要有点松的感觉 如果说压得紧紧的话 那就不叫松糕了 力量要轻不简单 就连放豆沙的距离都算得刚刚好 再来帮松糕修卖相 每个步骤都考验手上功夫 久了以后发现我有板机子 痛得整个手指头会痛 你看我的手指头自己直不起来 不怕辛苦大火蒸个45分钟 热腾腾的松糕出炉了 黄过年的旺季就可以卖到9000条 营收充到30万 大家因为讲松每年关系 也跟着要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感觉为什么年轻人都不爱吃 所以我就想法把它调成年轻人喜欢的 老板是个外省的第二代 黄建刚退休后研究起父母爱吃的松糕 5年来开发了新口味像是咸的松糕 搭配洛神花酸酸甜甜 咸的会把那个米的甜味带出来 听到客人赞不绝口 黄建刚证明了传统的点心既能够突破 还可以延续老一辈的记忆 东森财经新闻张一华 无佑树台北报道